韩流不灭 民调赢赖审科批 韩国瑜说 我的话让民众有共鸣 前行政院长类清德 要投入民进党总统初选 为整个大选 增添不少话题和变数 蓝绿白打开云集 那到底谁有望夺位 苹果民调帮你问问看 人气三强鼎立 结果民调出炉 仅是韩国瑜以37.7%支持率 打败赖清德25.4% 和柯文哲的24.3% 就算民进党由蔡英文胜出参选 结果一样是韩国瑜遥遥领先 证明这股韩流 纵使在台南立委不选华一交 还是魅力不可达 这段时间大家都讲到韩流 我一直解释为民自家是民怨 可能我韩国瑜讲出来的话 真的是让很多民众 深深的同感共鸣 所以反映在民调上 对于外传赖清德宣布参选 还指定韩国瑜当对手 主要是分化国民党 加上国民党主席伍敦一也曾表示 弄要征召韩国瑜 韩国瑜不用零表也可征召 这么被国民两党器重 韩国瑜这么说 而且我们共党也有好几位 资深的前辈 也宣布要参选 我想这个事情应该随着时间 随着登记零表 慢慢会逐步地来实现出来 从当选市长到现在 韩国瑜老是被拱选总统 这回再被拿来比较 市长这下可要不开心了 我们现在哪有心思去想到那么多 现在就是你看我每天都在为高雄 在从此各方面 柔柔疲惫的双眼 看来市长这职务已经让韩国瑜 分身法术了 若真要参选总统 恐怕高雄市民会先跳脚了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